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法律之多的环节》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封之分辨 邪庭峰和张帕之分辨引致的问题 我们会集中讲讲小孩的管养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副题是管养权源之争 今天请了两位嘉宾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介绍我右手边李卫伦和大家招呼 大家好 我是明爱南市成长中心的督导主任 我其中一个比较经常去处理 就是搞一些离婚男人之后的适应 所以就找你回来讲实际情况 男和女是否欠抚养权有不同呢 例如很多这些案件可以讲一下 我们无意讲八卦新闻 我们想讲多些法律的情况 我左边请了一位律师 周鑑林律师和大家招呼 Hello 我是周鑑林律师 周鑑林律师 都做很多婚姻事项 也有做很多关于 你做了十几年律师 做了十几年律师 十几年律师 即是婚姻家庭那些事 经常都接触的 是的 我们言归正传就是 大家都知道 最近这些头条的新闻 那些特别是讲的娱乐新闻 那些头条就是讲一下 可能是迪波拉 主动买愿意 帮他的儿子 謝霆锋 那两个孙子 一个是2007年11月出生 Lucas 今年4岁 如果是7月那时出生 现在是7月 4岁 另外一个就是重世 十几个月 即是一岁都未够 我们讲一下这些情况 先讲一下这些经验 在欠抚养权的情况 一般来说 都是女士比较好 妈妈比较好 这些男士通常都争不到 那你讲一下情况 简单来讲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想最基本就是 在欠抚养权的时候 我猜 这个我纯粹从社工的角度 就是法官就是要看下 小朋友和父亲 还是和母亲 那个的关系会联系得好些 因为我们所了解 男人很多时候是主外 都是为了离婚的男人 都是主外的 男主外 女主内 不管是女士 出去工作也好 回家 他都会和小朋友的关系 就会保持多些联系 所谓主内 除了是煮饭 就会处理了家庭里面的所有东西 是的 包括他的臭子 是的 对照顾小朋友方面 都会多些照顾 功课也会多些口水 呃一下小朋友去做功课 都会有说的 但是男人似乎就是 扎罚 做得好 就赚了 做不好 就罵了 那你接触的案件 就是 如果是赢到的 抚养权那些男士呢 那方面呢 是否因为他不是男主外 因为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接触的那些男士 就不是他不主外 他也是主外 不过困难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们 就是太多时间 放在工作那里 以至忽略了太太 或者现在前妻 那个感情的生活 以至到一个女士 就有自己的发展 连在那个感情生活 有另外的发展 换言之呢 他们有婚外情 那些女士有婚外情的时候呢 当他们离婚呢 他们就未必去争取 来到养回小朋友 在那个情况下 不如给男的 搞定一下 是的 就是有些这样的情况 不如说一下法律 先吧 就根据法律 应该是有些考虑的因素 Patrick 你说一下 法律上去是怎么考虑的 就不是说 男主外女主外 是这么简单的 可能很多因素 因为法律是公平的 就是没有说妈妈有好处 有一个很基本的 首要的原则 首要的原则 就是很简单 法庭就这样考虑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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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那么抽象 法庭怎么可以考虑 平衡各种因素 当然 这些是很抽象的 例如说很多因素 考虑 例如看现状 现在跟谁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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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 如果好处 尽量 现在安排 法庭就不想更改 当然 法庭也会考虑 是将来或者是另一方的建议 是吗 可能是 考虑了 我就看这个 未成年人监护条例 这是香港法例 第十三章 第三条 里面提到那几个 所谓的大元素 挺有趣的 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说 大原则就是一个 福利 福利 但他也会考虑一下 就是那个小孩的意愿 有顾及的年龄 这个意愿 大家看看年龄 环境 理解力 还有其他关键性的资料 就特别是社会福利署的报告 他又提到一些 就是如果是男也好 女也好 就是不是 因为这样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就是男女平等 男平等 如果要考虑这些 英文的说法就是 去考虑 是 是 是 意思是什么 就是 具体的运作 你想想那些因素 那我们先想想 就是 两个人 如果现在张博之 謝霆锋 是 两个人都没有时间照顾 是 是 是 如果两个人都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情况下 那些因素考虑了之后 一会再考虑一样的话 为什么通常判给妈妈多些呢 撇开这宗案件 一般来说法庭的考虑是这样的 所有因素一样 法庭一般来说判给妈妈 因为她觉得作为妈妈 可能没有性的关系 比爸爸或女性 比男性 比较细 细心很多 细心很多 例如很简单 大家回家 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示范 可能男性可以去玩电脑 跟朋友 可能谈电话 或者看看明天做什么 女性 放多时间在小朋友身上 因而法庭一般的感觉 就觉得 所有事情一样 的话 都是 对 因为妈妈 当然 除非有特别的证据 不是 否则她觉得 妈妈 一般来说是比爸爸细心一点 就照顾这件事 黎慧伦 是否 张派之话 謝霆锋 就是 每天在家 如果在家里 休息的时候 都是打机 打很长的 打机 就当她和两个小朋友 是透明的 这些说法 假设是真的 假设是这些 大家都不知道 家家有本难年 那些都是 男的 没有那么细心 女士细心 所以 这件事 好像是女士 是比较好 我想有时 都会牵连到 那些个人成长 我想 在女性来说 她们就比较 着重 跟人的 情感的交流 所以 就算是照顾 小朋友来说 她和小朋友的 关系上 她会照顾多些 小朋友的 究竟是开心 还是忧伤 她会去留意 她的子女 最近发生了些什么 她现在的心情如何 女士来说 在这方面 是会着重点强一点 但是 在男人来说 虽然现在 在香港的教育奏地 你会看到 大家在中学年代 大家就要 学习 如何批判 以至到 她一直 就算她是有感性的 那个倾向 她的表达方法 都是用 投诉 就是很理性的 一些的元素 来做 就像我这样 我做一个 调查研究 我也是感性的 但我感性的 倾向是很低的 因为我一路 读中学 都是要批判的 还要做理科 很多时候 在这些 发展上 就是读 在这些 形成了 我会关注一些事件 如何发生 就是多于 一个小朋友的 情绪 生活 这些不少 就是在法官 来判处的时候 社公社报告的时候 都会 写回 两个人 和小孩的关系 是如何 一个很简单 是直接观察到的 看到 女士和小孩 真的亲密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男士 很多时候 和小孩 比较远 但女士 就會抱抱抱 所以在照顧度比較細心 剛剛麗媛提到 通常會參考社工的報告 報告就是把本地建立的因素 等人 cud像照顧 兩個人成長好些 寫成一份報告 法庭是否九成都會跟這個報告 如果法庭會自己的決定 這樣說 本地法庭很重視這個報告 因為他會覺得一來社工處於獨立人士 專業人士 除非一方說他可能不是專業 或者對哪邊有偏頗 一方要舉出來 即是很重視這個報道 很重視 當然 即是你這些行家寫的報告 其實都是影響了法官的 影響很嚴重 但行家都寫了大部份 不如給太太照顧 我想不是社工似乎偏幫太太 而是他真的在觀察裏面 他看到那些女士 都根據那些因素 對 是的 看回那些小朋友和她的相處 不過問題我想補充的是 法庭都有自己獨立的判定能力 即是不能說因為社工的結論是這樣的 法庭一定要根裁就不是這樣的 有個案件挺有趣的 我們看是兩個小朋友 一個挺遲的 在網上大家可以看到 叫做CACV3522004 叫做WSM對Fsy 通常為何不會寫了名字 就是隱瞞了那個名字 所以如果將來是謝霆峰和張柏芝 他就不會寫謝霆峰 可能是T 停是T T F TTF 代用英文 即是C C C 沒錯 不知道是普通話還是中文 沒錯 就是一個案件 這個案件裏面 其中一個考慮 有些背景也挺有趣的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 就是 又是爸爸媽媽 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8歲左右 一個是7歲左右 兩個在一起 都是由媽媽照顧 大家的背景也挺相似的 就是媽媽就是一個會計方面的工作 爸爸就是做生意 一直都是由媽媽去囚 法官對於這樣要判 就是 那個爸爸就去法庭爭 爭了那個小孩子 下面的家事法庭判了 兩個都是給媽媽 社工的報告很有趣 社工報告說 不如一天一個 小那個給爸爸 大那個給媽媽 就是這樣 但是法庭就是自己去考慮這些因素 雖然報告是 叫他分開的 他都是說是一起成長是好的 沒錯 他們就說人類的智慧 就是告訴你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麼小 例如8歲的小孩子 7歲的那些 人類智慧告訴你 媽媽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他的成長 這個說法是 Human Wisdom 厲害 Wisdom 就是告訴我們 Wisdom 媽媽就在這個叫 upbraining的那個過程 就是感情和生活的需要 最大的需要 於是就判了 都有兩個都是給媽媽 是 這些情況 是不是很多時候在法庭上 他考慮的時候 都是雖然報告說 一人一個 都是 我相信是的 因為法庭 就是剛才法庭 我覺得很對 就是我們叫做一般常識 我們之前說到 人類的智慧 經驗 因為成長的時候 兄弟姊妹一起成長 是對所有小朋友 就是兄弟姊妹 是有益一點的 為什麼呢 你幾多個小孩 我自己有三個 三個 多少歲 最大那個 十歲 你的家庭和諧 對 八歲 八歲 一個小一點 兩歲 你也知道 是的 雖然有時候很有趣 互相學習 有時候打架 我想是成長的一部分 同仁都有 喊劫 抱在一起 然後大家和好如初 學習 有時候 譬如姐姐學到一些東西 妹妹很快就學到 弟弟又學 然後又學 你看到一些是成長 感情會比較開心 我相信 這個叫大家的togetherness 法官通常不會將他講 我相信 除非有非常特別的原因 不然法官就不會將他分開 都是合在一起 是的 可能給爸爸或者媽媽 就不是說我認一個 不要吃虧了 就不是用那個 好像這個 以前 當然是兩個 以前有一個小孩子 所羅門 大家看回聖經 這個故事很容易 所羅門有很多智慧 對 怎麼分 要什麼 分開 上下便 一人一半就搞定 沒錯 真的愛他的媽媽 當然是說不要這樣 不要分了 不要分了 給了那個 就另一個 這個是一種分一個兒子的情況 但是一兩個一起 就不會說大家一人一個 又不是用抽籤的方法 又去考慮這個小孩子的福利 對 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法官也不是說 只是看你的報告 即是社工的報告說是 怎樣運作是順暢也好 但是他都會考慮那個小孩子的福利 我就不知道 因為在很多年前 我們都有一個個案 因為我們住公屋 那女士有工作 那男士就已經退休了 那我們跟他們去協調 就是都看到他們兩個 雖然是兩夫婦 關係就磨涉 但是我們跟他們去想 就是 日間 如果那個男士可以照顧得到 兩個小朋友 那是一件好事 那些小朋友不用分開 到晚上 當媽媽回來 又可以照顧兩個小朋友 那麼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跟他做了一個協調 就是 好似一人一個 就是男的一個 女的一個 那法庭都判了 那那個男士 就可以在公屋裏面 拿了另一間屋 那他們就不需要分得很開 那麼 那同一個屋村裏面 就日後 那個爸爸就照顧兩個小朋友 到晚上 那個媽媽 放工回來 他又可以 看回兩個小朋友大 那麼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協調的工作 以至到不需要拆散 但是就可以令到 男的 成人的又開心 小朋友又開心 不過這個我想 就是需要兩個大人 大家能夠心平氣和 看看哪一件事是最好 大家協調得到 李維倫 有一個案件 對你的工作很有幫助 你回去多看兩下 這個 大家在網上都看到 這個叫做CACV 116 1985 二十幾年前 一個王山 一個王太 大女兒就是九歲 兒子就是七歲 兩個 兩個都是專業人士 在這個情況下 最後判給爸爸 因為這個爸爸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就是拿很多時間去照顧兩個小朋友 就是在那個關懷 就是那個關懷 比那個女兒更多 在這個情況下 判給爸爸 都有些這樣的情況 法庭的考慮 主要都是考慮 就是誰安排 對兩個小朋友的公書教學最好呢 這個公書教學 是否其中一個要考慮的一件事 都重要的 因為他們必須成長 譬如說 當然了 父母各自都有建議 一般來說 分別不大 所謂建議是怎樣的 建議 就是大家會在那個搶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照顧他 我相信 大家都是這樣說的 我就根據他的能力 有能力可能去大學 一般來說 在這裏看不到 哪個好些 哪個不好些 我相信這宗案件 我沒有詳細研究 我相信公書教學 除非有兩個地方不同 譬如說我去英國 譬如說有些地方回大陸 我不知道這宗案件是否 適合類似 這是另一個情況 就是說 如果兩個都相同 你說是公司教學方面 我想反過來 可能在西眉點上 例如說 爸爸說我怎樣去 安排補習 輔助去 可能因為某一個小朋友 可能某一科比較弱 我舉例 而他這個建議 是比媽媽方面 更加成功的 對方 他覺得是好 是好 是好 因而 可能在這個因素上 他覺得爸爸是好些 當然整體 都要說其他因素 全部一樣 除了公書教學 就是照顧 社工經常都要照顧 迪波拉 就說 作為婆婆 當然是幫助亭峰 就說 去幫忙照顧 照顧 那兩個小朋友 這些是否 很多時候會幫到 南方面 那邊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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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小朋友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正如剛才所說的 是第一次議會的 考慮 你要考慮 哪個家庭 可以照顧小朋友最好 而謝霆峰 有個媽媽 肯來幫忙照顧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因為作為一個她的女性 我們都會想到她真的照顧小朋友 有她天生的能力 和她的成因 就會傾向很有心地去照顧小朋友 就是迪波拉又好 照顧了亭峰 又說世外行平 兩個都照顧得很好 一個非常有往跡的 又好的一個婆婆 所以這方面可以對亭峰 來說是有利的 加分的 不過我今晚看報紙 拜託文說 柏芝會在這幾個月暑假 全職不做事 照顧兩個小朋友 整個屁都不拍 可能她也有律師高人 指導她 似乎她 這裏又可以拿回一些分 大家都在想不同的因素 拿分 我們上集就講到這裏 下集回來繼續講 大家在考慮那十個因素 然後去不同的情況下 看看能否加分 其實就是這些考慮之餘 其實有很多方法去解決你們的 管養權之爭 我一會兒回來再繼續討論 對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歡迎大家回來這個 《法律知多點》的環節 今天我請到兩位嘉賓 一位是黎偉倫 一位是周鑑林律師 黎偉倫 您是在名外做香港男士服務 裏面說一下為甚麼 這麼多男士 其實是有這個需要的服務 特別在管養權那裏 是否有很不利的情況 我們去接觸這個男士服務 都十幾年了 我們都其中一樣做得最多的 就是離婚男人 他們那個的適應 因為其實當他面對離婚的時候 他的情緒都是很低落的 因為其實我想男人 好看就是一個家 當他太太離開了之後 好像連家都沒有了 這是第一個室 第二個室是通常在撫養權 就可能輸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面對這些問題 就不要不面對 看看我們的節目說一下 其實在爭取過程中 都是跟法律做 但是有些方法去加分 剛才Patrick 周律師你說 如果有家人去幫忙照顧 是要加分的 即是迪波拉就幫忙照顧兩個孫 求得加分 除了這個 通常會用哪幾樣東西加分的方法 即是說自己照顧 自己照顧最好 除了這兩個 還有哪些是加分的 張法律師現在去做 即是連戲都不拍了 我記得很多就是這樣 最好就是 由母親 即法律都覺得是母親或爸爸 一同級照顧是最好的 當然如果是工作需要 不可以的 就可能阿嬤 阿嬤照顧等等 再不可以的可能是其他親戚朋友 是嗎 我看很多案例 是 那些小孩的年紀 跟媽媽和爸爸的年紀 都是考慮因素的 意思是 如果小孩年紀越輕 例如十歲以下 沒錯 四歲、五歲、六歲、七歲、八歲 這些叫做小孩 沒錯 她年紀越年輕 通常是媽媽的照顧 考慮是最大的 所以如果用媽媽來看 就是張瑋芷是媽媽 是的 迪波拉是奶奶 她兩個都一起照顧 媽媽的分數是多於奶奶 那一定是 為什麼呢 因為很自然 引用剛才的法官的說話 人類的智慧 她說媽媽照顧兒子 當然是好過 其他人 阿嬤、媽媽、爺照顧 雖然是阿嬤、祖父輩的經驗 其實她的愛心一樣 但為何都是找媽媽去生 情感上是密切一點 血濃於睡 血濃於睡 所以要加分的就是 張柏芷這個想法 可能是拿很多分的 很多分的 這個又是一種方法 所以男士 會不會有些事情想 連份工都不做 去照顧 去爭取那個 加分的 我們都有一些個案 真的是 太太她自己的情感 有另外的發展 她那個能力 又不可以再做事 來支援家庭 唯一她是回家 去照顧小朋友 都是一個很痛苦的經歷 因為她一直以來 心想是怎樣賺錢 即是男主外 有份工 現在回頭 就要去遞手 叫社會福利署付錢她 這個感受上很痛苦 即是一個完全是 完全是從那個 主和薄相反了 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般都是女士 就是照顧那裏 是容易一些的 沒錯 周律師有另一個考慮 就是那些雙方的品格 和行為那裏 是怎樣的呢 即是例如說 媽媽有些情況 或者爸爸喜歡賭錢 甚至有些壞習慣 這是減分的事情 減分的事情 因為很簡單 譬如說常常賭錢 結果都是 賭錢 沒有時間在家裏 沒有時間煮飯給她吃 照顧方面一定不好 是嗎 譬如說極端一些 譬如說她 社群或黑社會 甚至再極端一些 是吸毒 法官覺得她 對小朋友的影響更大 所以有些情況 就是去數對方的 減分 對 他減分之我減分 甚至一般 經常說她 脾氣不好 經常罵子女 都不愛惜她 可能愛惜 但是罵她 不會教她 這些都是減分 所以張柏芝的說法 就是謝霆鋒在家裏 只會打K 當她兩個兒子 就當她隱形 這些方法 其實是 令到對方減分 你接的個案 有些是 說要數對方 怎麼不對 因為將那些情況 拿出來 這些都是一個很痛苦的 因為我們看回 大家要去數對方的筆試的時候 數 其實在過程裏面 男人又傷 女人都傷 因為有些時候 當你去數的時候 就可能會偏激一些 因為偏激起來 可能不是真的 這麼真確的 沒錯 不過出自媽媽的口 的時候 小朋友就會入腦 沒錯 我最近也有一個同學 他很忙 在大學教授 他很少時間在家裏 在過程裏面 撫養權沒有了 然後現在可以很痛苦 因為女兒都肯接觸下去 但是兒子完全不羞不羞 無論是電話、電郵 兒子都不反應 我想在那個情況裏面 就是男士不是不顧家 不過他時間上面有限 就是作為一個教授 他很多事情要在外面開會 很少時間在家裏 但是那個感情上面 媽媽就好處 當他離開了的時候 男人想接觸兒子 都接觸不到 這個就是很多的失落 這個我覺得在某程度上 我也為他難過 沒錯 所以在很多減分的事情 開始有些新聞 開始說 有人丙拉姑 就說他會是 什麼呢 即是不太識臭 他當然說 立刻要澄清 就說他自己不是 也沒有打過哪個人 反正可能也是打他 這樣 這些都是屬於避免自己減分的 沒錯 基本上都是這些 另外還有些是否 對方 例如家庭暴力那些 通常是社工 都會面對這些 這個很頭痛 因為通常 家庭暴力那些 通常社工 就已經不需要怎麼寫 即是有這些事例 不用寫 就是在工作報告 即是社會報告那裏寫出來 已經是很不利的 沒錯 即是這個也是考慮的因素 沒錯 子女的意願這方面 就是如果禁 即是多少歲才開始考慮 法庭上沒有寫明 不過我的經驗就覺得 如果現在的小朋友 有10歲以上 法庭都很重視 問題就是 如果有這麼大 剛才都說了 他有這樣的意願 法庭都這麼想 你強行判比 違反去意願的話 小朋友都不開心 可能來說 這個裁決對小朋友 整體的成長都不好 所以除非是 有其他很大的因素在 如果不是的話 法庭都會盡量 我認為根據 那個小朋友的意願 作為一個基礎 作為一個判斷 是 在這個案例裏 大家去看看 剛才提到的 WSM Fsy CACV352 2004 去網上找這個案件 那個小朋友 8歲 他的意願 他說 如果被迫 跟媽媽住 他會跳樓 又會不上學 所以他意思是 要跟爸爸不跟媽媽 法庭最後的判斷 都是跟媽媽 他竟然有個曾經說 不想跟媽媽 法庭就說 即使是 去處理這個意願 發覺他只有8歲 沒錯 8歲的意願 都不是當真 沒錯 是否這樣的情況下 是否要大一點 我想是對的 因為法官他8歲 他覺得這個意願是沒有基礎 即是未成熟 也不太知道 又不太知道 甚麼是管養權 是的 可能有時候 法庭 法官很有經驗 很多案件 他知道 為何要這樣做 可能不多不少 跟他在一起住 那一方 影響很大 法庭覺得 根本他的意願都未成熟 他都不知自己 怎麽不知對他們好的 可能法庭覺得是 短期來說 對這個小朋友可能有影響 但長期可能有社工輔導 有心托家輔導 底下 會改變 長遠來說 他覺得 另一方面 母親是好的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所以最後由法官認為 對他最福利最好 明白 都是用一個很簡單的基礎 還有那些小朋友說 不上學 用這些來要業 不行的 分明很頑皮 很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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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要看要跟父母好些 對 對 這個是 你接觸的案件 例如那裏 多不多是子女的意願 喜歡跟父母多些 跟父母多些 我們有一個案例 是挺極端的 因為在兩夫妻喊撒的時候 兒子覺得是 可能就是喊撒的過程 是母親用很多言語 去對男人很多衝撞 但在衝撞的過程裏面 可能那些手 是想指著男人去刺他 但男人只不過是反抗 去推開女士 但兒子覺得是爸爸 打他 打媽媽 打媽媽 所以 不喜歡爸爸 所以他就報警 報警之後 男人就很傷心 這樣就離開 即是兒子 竟然就是 執人家法 是的 不執人家法 應該就是舉報 舉報 所以在離婚過程 撫養權 就是歸了母親 當然 不過那個兒子 那天就是17歲 接著到18歲 到18歲之後 他在那大半年 跟母親一起生活之後 他發覺到為何爸爸 會這麼難支持到母親呢 在18歲的時候 他有一個決定 他就跟回 即是直接搬去中轉屋 跟父親生活 因為他都自己支持不到 母親的言語 即是如果代立了 父親那邊的位置 他知道可能家家 會難來的經 沒錯 就是這樣 剛才這個是一個案例 我也想知道 就是 一些子女來講 是多 或少 就是選爸爸 選媽媽 是不是傾向 都喜歡跟媽媽 我們知道 很多時候 都去了媽媽 不過 真的 發覺到有時候 那些女士 她不懂照顧小朋友 我們都有一個案例 就是 那個男人 都很慘 因為那個案例 就是她打電話給女兒 但是很開心 即是接觸 女兒很開心 玩 玩完之後 接著就是 結果就是 女兒回到家裡 給媽媽 她慢慢去連打電話 變成不敢接觸 打電話 打電話 打電話完了之後 又是個小朋友 亦都被媽媽 連接觸都不敢接觸 兩年不敢接觸 不過 之後 前妻召喚回去 因為女兒的情緒 學業 都掉進去 她知道 女兒是很關 很 仍然是很 跟她有個聯繫 她立刻在自己的房子裡 就整個房間給女兒 再照顧女兒 即是有時間就回來 給我女兒的感覺 爸爸仍然很照顧她 之前的分離 她都不去解釋 總之再重新去建立 跟女兒的關係 所以黎偉倫 在各種的情況 都有些案件 就是說 男性那方面 不一定是 輸蝕 但只要一個 在考慮的因素來說 女性好像是 多一些分數 周律師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 保持現有狀況 意思就是 造成既定事實 都是一種方法來加分 沒錯 例如 媽媽是照顧開的 假設現在張柏芝是兩個小朋友 在自己家裡照顧著 自己住那裏 假設不是由 迪波拉去照顧 造成了既定事實 法庭一般不去改變既定事實 是不是這樣 沒錯 為何要這樣考慮 因為很簡單 其實是看小朋友的福利 她覺得現在 這個安排可能為了 我想兩、三年 至少六、七年 五、六年 她覺得如果 當然有其他大些因素去掩蓋 否則 她覺得你改變她 對新聞一定有影響 是不是 當然其他因素 如果沒有很大的影響 蓋住這個因素 這個因素就重要了 我有個案件 我也做過 審訊 反過來 那是爸爸 照顧女兒 女兒從小 跟著爸爸 你也知道 爸爸也是被媽媽 操心一點 因為做事 也是被媽媽照顧 有人幫忙 其間她就 其實不太對 她就好心是不讓媽媽去看 因為當時媽媽是雙凌症 在內地 即是她就是兩地方 對 後來下來了 似乎是女性 但不是 因為那個女兒可能有七、八歲 由男性安排照顧 因為也不是男性親自照顧 可能是 媽媽 其他男女 照顧 審訊之後 法官都覺得 不應該 這個因素很重要 不應該去影響現在的安排 因為現在不錯 當然要現在的安排去考慮 好不好 對小朋友 一切 例如看學業平積也不錯 身體狀況也不錯 心理健康發展也不錯 他覺得既然這樣的話 為何要無具險去更改 當然其他的因素 不是 即是女方不能夠 改到一些很強烈的 或者對她很有利的因素 強烈到大 過這個 維持現狀因素 是吧 所以在我的案件 這個維持現狀因素 就是很重要 是這樣的 即是很多維持現狀的情況 如果是 申請離婚的時候 那個男人還在做事 他有沒有說 全時間去照顧 那女方又生了他出來 到他照顧了幾年都去照顧 最後就是女方贏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你多不多那些男士 就是知道這個 是維持現狀 是加分的 去走去 就是要改變你自己的情況 去照顧那兩個小朋友 這個我想我們就會少遇見 不過我想我們最痛苦的 那些的爸爸 就是我們都有個概念 就是不同屋蟬下 就很容易 情感關係就會分離 所以我們都 即是說不同屋蟬下 又都是媽媽照顧的 是的 但是我們現在 就是這個概念 就要突破這個概念 所以現在我們都猜出 就是不同屋蟬下 認識好媽媽 即是很多時候 是怎樣可以安排到呢 這個就會真的 在那個離婚的過程裏面 如果那些雙方家長 不是每一刻靠律師 來到去打官司的話 我想在那個社工裏面 我們就會有那個介入點 我們怎樣來到去幫他們 去分析回 你兩個成人 離婚是你兩個成人的事 跟小朋友無關的 你兩個成人 現在不同屋蟬裏面去居住 但是小朋友跟爸爸也好 跟媽媽也好 應該要維持那個關係 我們就在這裏 就要做好多的功夫 就教一些 即是你怎樣來到去 去培育照顧小朋友 禮拜六 禮拜日 怎樣可以做得好些 即是你又要了解回 即是小朋友 現在在家裏 或者在學校的生活 以至到當你再跟他接觸的時候 你起碼都知道 他最近是怎樣 不好好像就是 禮拜六 禮拜日 看著我子女都不知了什麼 是 黎偉琳提這個觀念 雖然不同屋蟬馬 都可以是一個做好爸媽 叫做Parenting的問題 即是說其實做父母 要照顧子女 為她最大的福氣 福利 要謀幸福 這樣 好了 情況下 周律師在法律上 有Join Custody 這件事 這是甚麼安排 大家都有撫養的權 現在法律都很鼓勵 如果大家可以合作到 合作到的就盡量 合作到的就盡量 即是一見面吵架 不可能用Join 即是共同撫養權的方式 如果大家可以聊天 有一個大前提 合作到的 如果兩者合作不到 就不要想了 不要想了 因為兩個和尚沒有水吃 更慘 一般來說 社會處的報告 都會建議這樣 如果大家同意 Join Custody理論就是 大家法律上 都有小朋友的撫養權 主要是住在不同的地方 都要特定日常的照顧 Cair and Control 或者Supervision 在某一個特定的扶養 都會寫清楚 可能是一、三、二、四 又或者是會 一般我做的 通常都是一個特定 阿媽或阿道 都是指定的 另一個 也有一般是探望權 或是流速權 當然你說一、三、五 還有一、八 二、四、六 是阿媽 或者上半個月 就在哪裏 下半個月 這個我看法庭 可否滿意到 安排對新聞最好 因為法庭考慮到 不是要上學 所以要考慮到 他的最大福利 對 沒錯 這個Join Custody 其實有一種 男士服務都可以想 因為他們其實大家有一個Join Custody 不過就是住的地方 就住在女方那邊 或者這樣變成一個男那邊 因為照顧也是女那邊 細心一些 又可以解決這個 爭這個富洋權的問題 仍然有一個問題發生 因為Join Custody 有甚麼問題 Join Custody裡面 牽涉到房屋的問題 因為如果是那個 即是基層人士的煩惱 是的 歸了給媽媽 是經常照顧者 那男人就要離開那個地區 因為如果他沒有能力的時候 他不可以在同一個公屋裡面 Join Custody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在基層來說 就很煩 不知誰愛那間屋 但這些實際情況 法庭又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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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考慮 而且如果他跟他說的話 他甚至會覺得 你們一邊就不想的東西 不是為了市民有最好的利益 是為自己的家屋 當然這其實很實際 但這很難的因素 所以Join Custody 這是理論上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Speed Custody 這個情況就是 有兩個小朋友 一人一個 是嗎 我想 純粹 趨勢問題 在以往十年八年前 法庭如果雙方同意 有些法官又不給 但我想現在這個世代 法官很小心 除非你有特別原因 如果不是大家簽註 同意文件 法官一定不批 你要照你上去解釋 為何你認為 這個所謂Speed Custody 對這兩個小朋友 或者多過兩個小朋友 是不好 因為他考慮 都是兩個人 最好一起 對 他不會考慮其他屋 所以在張柏芝和謝霆峰來說 他們有錢人 就不要說是公屋的問題 第一就是Join Custody 大家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可以考慮的 因為他們不是基層 Speed Custody 就很難搞 因為他們既然加入 就不要Speed 第三個情況就是 Soul Custody 就是獨家村 獨家村 最後一種情況就是 三個兩個都不適合 好 我們這一集 就講了管養權的考慮 最重要的是 小孩的福利 作為父母 都應該就這個 來考慮各種因素 如果有需要 都是找社工去幫忙 很多謝兩位嘉賓 跟我們講這個 撫養權之爭的問題 好 首先 下次有機會再繼續討論 OK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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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